中文字幕志愿者 还有 羊角豆 柠檬草 大蒜 洋葱 番茄 亚餐鱼酱 石油 第一步 处理羊鱼 我们买了已经切成小块的羊鱼肉 用热水浸泡去除鱼腥味 用刀刮掉皮外层的沙子或污垢 清洗后 羊鱼大致上是处理好了 第二步 处理蔬菜 柠檬草 把柠檬草敲裂 稍后使用 洋葱 去皮后 把洋葱切成小段 把洋葱切成小块 稍后使用 洋葱 把洋葱切成小块 稍后使用 洋葱切成小块 把番茄切成小块 稍后使用 洋葱切成小块 大蒜 碎大蒜至去皮 然后 将其切碎 稍后使用 第三步 炒 开火 放些油入锅 先放入已切碎的大蒜 炒一阵 之后,加入柠檬草 接着放入洋葱 过后,加入番茄 和洋角豆 然后,把洋鱼肉加入 一起炒 炒一阵子后 就可以加入洋葱鱼酱 接着,通过继续翻炒 将鱼肉,蔬菜和酱料都能够混合的均匀些 火候可以控制在中小火之间 加入一些清水 然后继续翻炒 把锅盖好 焖煮片刻 打开锅的盖 先试试味道 味道确定了以后 就将齐取出来 再拾开 衣封 1 3 2 5 1 3 2 2 放在餐桌上 即可享用 到这里就完成了 鱿鱼肉质润滑又有弹性 再加上酸辣的亚餐酱料 好吃 如果可以配合青炒油麦菜或任何青菜和白饭 简直配合得天衣无缝 非常好吃 我们的频道比较倾向于生活日常 有时候会谈谈一些曾经用过的产品 偶尔也会介绍一些地方 喜欢艺术方面的创作 或者聊聊一些画面和想法 希望您会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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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